最近抖音上有一条视频是非常的火爆啊 这个大家看着都是觉得 哎怎么会是这样的 他说的还是我们大家熟悉的600号 600号发生什么事呢 门口这个排长队了 排了长很长的队 干嘛呢 是为了这个换药 600号要很多人是来换药的 那其实这个事情呢 放在平时根本没人管 只是因为这个疫情期间 大家对这个精神焦虑啊比较关注 但事实上这个事情真的没那么严重 很多人都都说哇不少人不少人 但是人家医院熟悉情况说 我们平时也这样 平时就有900多人来这个换药 领药 那那一天是个星期一 早上呢有1200人 但是医院还是保证呢 这些人都能够领到药 那其实在这个时期 真的有一些焦虑 通过药物来控制是很重要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呢 还是要精神胜利法 大家要自我调节 听听音乐 看看小说 最近这段时间多看一些 昂扬一点的正面的激励向上的东西 让自己的焦虑 那么轻松一点 也不要老刷手机 是吧 所以上海精神病卫生中心 精神卫生中心600号 晚平南路600号的专家们 邀请大家 这个疫情过后 咱们到这个徐慧滨江走一走 看着黄埔江发发呆 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